立委罗智政担任民进党新北市长林嘉隆 竞选办公室政策召集人 公布施政四大政策目标 二十大政策愿景 一百项具体证件 强调林嘉隆已经准备好了 四大政策目标分别是大建设 大发展 大温暖及大平台 要新北大翻新 罗智政指出这四大政策当中 有很多是侯友宜团队不想做 没有做 做不好的政策 包括最近常谈到的 为65岁以上长者免费装假牙 设宅推动牛布化 林嘉隆的市政愿景 也是对市府的全面总体检 罗智政还有林嘉隆 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李燕荣也表示 最好的时间点已经到了 发出站帖 再邀侯友宜市长和林嘉隆 展开公开辩论 呼吁 我们呼吁 侯市长不要再筛躲 不要再回避 不要再拖延 过去这段时间 每次面对我们要求 这样的一个诉求跟主张要辩论 他就是用躲在发言人背后 躲在局处背后 用这种方式来面对这样政策的辩论 选举已经进入109天的倒数 是该辩论的时候 因为有太多政策要辩论 那我们所提出的20项愿景 我们在这边发下暂点 随便由侯市府来调 他们想挑哪一个 我们市长候选 就跟他变哪一个 要不要办辩论会 林嘉隆阵营动作积极 也表示题目都可以从林嘉隆的政策 愿景中随便挑 但侯友宜团队能处理 短期间也不会有辩论会成型的可能性 记者游文一新北采访报道 一先进入111 那些决定里的奥积极 205 205